第十四章 几何光学 我们先介绍平面镜 几何光学我们在前面讲过 就是把光当作是直点 这个直点有直径性 就是往前一直走 就是走直线的这种性质 那么我们主要的是要看光的折射 或者是反射所造成的这个像 现在我们先看一种东西叫做平面镜 Plamorous 所谓镜子 就是一个能够对光线做高度反射的表面 我们就称它叫做镜 镜面如果是平面的话呢 它叫做平面镜 如果镜面是球面状的 就称它叫做球面镜 那这是一个平面镜 你看它镜面是一个平的 O就是代表一个物体 Object I就是代表image 如果我们有一个点光源在这里 点光源 它所辐射出来的光是四面八方 像四面八方辐射的 就走直线的 走直线 走到这里以后呢 就反射 我们前面讲过啊 入射角等于反射角 这个入射角等于反射角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光线啊 每一个光线的反射线都画出来 这个光不能透过去 只有完全反射 如果你有一个眼睛在这里往这个方向看的时候啊 好像这些反射的光线啊 都是从这一点里头辐射出来 就是说你把这个延长 这些延长线都集中在R一点 那么你眼睛在这里看到的光线 好像是从这一点所放出来的 也是一个点光源 那么这个I呢 就是这个O的一个像 那O到顶点 就是到这个镜面的距离 叫做DO D就是距离了 O就是代表object 就是物具 DI就是 I是image 像具 我们现在看 O是点状物 这个就是O的像 这里我们刚刚都讲过了 那么我们现在要处理成像的问题啊 我们要建立一套符号规则 这个符号规则很重要很重要 每一本书可能不一样 但是它以后所建立的一些公式 完全依照这个符号的规则所建立 所以各位在学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符号的规则学好 那么我们现在这一套 有它的符号规则 这个符号规则呢 我们呢 就写在这个下面 第一个 如果物体到反射面 或者到折射面的方向 刚刚我们的镜子就是反射面了 如果镜子是透明的呢 那光线会透过去 那就是折射面 从物体到反射面 或者到折射面的方向 跟入射与该面的光线方向相同 那么这个物具就是正的 像我们刚刚看的 光线要朝这边 物体到反射面的方向也是这样 所以它这个物具啊 所以这个时候啊 物具就是正的 将来会有负的 就是说 物体到反射面是这个方向 可是光线呢 就是从反射面这里过来 所以这两个方向相反 那么物具就是负的 好 然后我们再看 从反射面或者折射面 到像的方向 从反射面到像的方向 与该面反射或折射的光线方向相同 你看 刚刚那个 镜子在这里 物体 像在这里 镜子到反射面是这个方向 对不对 但是我们刚刚这个光线反射是这个方向啊 这个方向 跟它相反 所以这个时候相 这个相具就是正的 相反就是正的 相反是负的 相同是正的 我们刚刚那个是相反 所以是负的 好 现在我们要看平面镜影像的位置 这是平面镜哈 这是物体 这是它的相 这是物具 相具 现在我们看 你看 从这里 入射的光线方向 跟从这里 到镜子的方向 相同 所以这个 D O 就是正的 可是 它的反射是这样子的 这条线这样反射 这条线这样反射 这个方向 跟从镜面 到 向的这个方向 相反 所以 DI是负的 好 那么现在我们再从这个 这个图 你看这个是反射 反射线 这个入射角跟反射角相等 那这两个角也是θ 我们就看这个tangentθ tangentθ是对边比零边 这个也是θ 所以它等于什么 H 被 DO的绝对值来 除 就是这边的边长 那你写成物据的话 最好是加一个绝对值 因为这个物据跟相据 可能是正 可能是负 但是这边的边长一定是正 那么也等于H over DI的绝对值 所以从这个式子 我们就知道 有这样的关系 DO 相据的绝对值 等于相据的绝对值 这两个怎么会 怎么有些两边 这个就不要 就是这个 然后呢 因为 DI 本身是负的 所以负 负负得正 负负得正 DO 要等于负的DI 或者是DI 等于负的DO 那这个是相据 相据要等于物据的负值 那这个就是成像的这个一个公式 平面镜对点撞物体成像的时候 像的位置跟物体位置的连线 连线 与镜面垂直 这个连线一定跟地面垂直 并且物据与相据的绝对值相等 就是平面成像的时候 它的这个特点 那么我们刚刚看的是点光源 点物体 那么如果这个物体有一定的大小 就是一定的长短 像这个 OO'就是代表物体 它的大小是Y 那么它成像在这里 那么像呢 是II' 那么这个高度 跟这个高度 有什么关系呢 Y'跟Y有什么关系呢 那么我们就把Y' 比上Y 称为这个物体的横向放大率 横向放大率 OK 不是纵向 就是说 它是跟这个轴垂直方向的放大率 那么我们用这个M M就是Magnification 的简写 来表示 你看我们可以画这个 这个O点 跟O点 入射反射 延长到这里 入射反射 反射线延长到这里 所以I' Prime在这里 那么这个点 这个点 它当然是 它的像就是这一点 好 那么我们知道这两个 我们从这个 等等我们现在看 这三角形 AOO' 跟三角形 I'Prime A 这个是什么 相似三角形 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说过 这个相等 这边相等 这个又垂直的话 那么 这个就是一个 这个是相似三角形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相似三角形 那么我们就看Tangent Theta Tangent Theta对边比斜边 对边是Y 就是D-O 绝对值 这个是 也等于Y' 这个也是Seta Y' over I 绝对 DI绝对值 那么我们带到 刚刚那个定义里面去 Magnification 是Y' over Y 这个绝对值得比 但是DI本身是负的 这个是正 所以必须负负得正 所以有个负号 但是这个一定是 要等于 因为这是负的 负负得正 这都是正 所以它的Magnification 就是一 正一 那就是说 平面性所成的像 它的横向大小 没有管它纵向 横向大小跟物体 像的大小 跟物体的大小一样大 正号呢 就是表示 这是一个正立的 正立的 就是它的方向 跟这个方向一样 正立的 OK 趋向 什么叫实向 实实在在的实 什么叫虚向呢 就是说 虚向像这个 这个向 是你的眼睛在这里看的 反射线 跟这个反射线 射到你的眼睛 好像物体从这里出来 所以这个物体 实际上有没有它呢 没有它 没有它 所以这个 没有这个东西 就是你的感觉 好像有它存在 所以这个叫做虚向 虚向是可以看得见的 因为它没有东西 你看它像可以 可是实向就是说 假如这是穿射的话 就是说 光线都能够穿过去 结果射 焦集在这一点 那么这一点就是 真的有光线聚集在这里 就成了一个像 你如果摆一个 白的纸片在这里 那纸片上会有它的一个影子 那叫实向 实际上有这么一个东西 OK 实向可以显示在屏幕上 而虚向则不能显示 在屏幕上 只能用眼睛看到 虚向永远是正立 实向呢 我们发现永远是道立 所以你这个 magnification 这个正负一定要写清楚 因为它关系到它的正立 或者是道立 好 现在我们看我们照镜子 我们照镜子会觉得 我们伸的右手 好像是我们的左手 镜子里的右手是我们的左手 镜子里的左手是我们的右手 好像是左右呢 左右 就颠倒了 其实它不是这样子 如果我们这里摆一个坐标 X Y Z X Y Z 这右手坐标 镜子里头呢 它的影像是这样 Y还是Y X还是X方向 但是Z的方向 这个是往前去的 就是往这个方向 这个是往这里 这两个方向相反 那就是说 我们是前面的 就会变成 在这个的后面 比如说这个镜头 比如在X Y平面前面的 这个镜头 就是在X Y平面的后面 所以这个镜子呢 我们照镜子的时候 我们是发现了 像跟物体 它的方向呢 是前后颠倒 前后对调 不是左右对调 OK 好 现在我们从前面 我们讲到的这些规则 比如说D O 要等于负D I 这就是成像的 平面镜成像的公式 或者D O绝对值 等于D I的绝对值 我们来做一个题目 这个题目是说 有一个人在这里 鞋子是F点 用F点表示 它的头顶呢 用T TOP 表示 它在照镜子 现在问 这个镜子啊 B C 镜子不是整面 整面镜子 你当然可以看到你自己 整个像 但是这个镜子呢 如果只有部分的话 如果你只有从这里到这里 这么大一点点 那你看不到整个的像 你可能只能看到 看到腿的这个地方 那现在我们要问 他要把整个的像都看到的话 那么这个镜子啊 从A点到C点 这个长度 跟它的高度 有什么关系 人的身高 就是H 等于TF 也等于T'F' 这是成像 我们刚刚讲过 这个像的大小都一样大 B点 就是眼睛 我们的眼睛 距离地面的高度是B B点跟E点眼睛的高度同高 E跟B是同高 我们从这个图上面的几何关系 你看 这个人头顶 有个光线射过去 光线 比如说这一条射过去 到B点 然后反射回来到这里 这是头顶 有一条光线到B 然后这一条光线反射回来 是圆这个路 然后脚 脚有光线 射到C 就是这个 假设这个镜子的最底边 射到C 然后这个反射脚相等 正好也射到他的眼睛 射到眼睛 那么现在我们从这个关系来看 A B的关系 A跟B A点是在这里 不是这一点 这一点 这个终点 终点 A B正好是这个一半 二分之一T B C呢 B C 它正好是什么 二分之一 F E 是 这个 高度的一半 因为 这个三角形 跟这个三角形 相等 相等 OK 那么 所以 这个 高度 一半 就是B C 镜子最小的高度 H呢 是 A 到C A到C A到C 是 B C 加AB 加AB 那么B C 我们前面讲过 二分之F E AB 是二分之一 T T 好 加起来 这就变成 二分之一的 TF 你看 这个 高度 加上 EF EF 这个高度 正好是等于 T 好 那么 所以这个就是H 等于二分之H 那也就是说 你这个 镜子的高度 镜子的长度 必须是 深长的一半 才可以 深长的一半 OK 好 现在我们再看 刚刚是介绍球面镜 平面镜 现在我们介绍球面镜 球面镜就是说 这个镜子的表面 是球面的一部分 球面镜呢 又可以分成凹面镜跟凸面镜 凸面镜两种 那么我们首先介绍 这个叫凹面镜 像这个凹进去的 这个就是后面有镀银的 这一层 不透光的 OK 这个就是镜面 这个就是镜面 那么这是个球面 那C点呢 正好是这个球面的中心 这个叫曲率中心 这个叫曲率中心 这个曲率中心 V点呢 V点呢 Vertex 就是从O 这个 O点 或者从这个C点 O点 C点的连线 延长 到这个镜面 这个叫做顶点 O面镜的顶点 直线 O C V O C V 称为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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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从物体O 到镜面的方向 跟这个镜面 反射的光向 这个方向 从物体O 到镜面的方向 与入射光 入射光是这个方向 比如说这条 入射光 这个方向 那么从O 到这里的方向 到镜子的方向 相同 所以这个DO 就是正的 O面镜的DO 是正的 然后我们再看 这个入射 入射 这是反射 反射 反射 那么我们看 它的规则 从镜面 到像的方向 镜面到像的方向 跟从镜面 反射回来的光线 的方向 相同 因此Di 也是正的 那么 就是说 O面镜 相具 跟物具 都是正的 那么现在我们看 这个曲率半径 曲率半径 就是这个 到这里 这个R R 也分正负 它的规则是怎么样 从反射 从反射面 或者折射面 到曲率中心的方向 这个 到曲率中心的方向 跟反射光 或者是折射光 现在是反射光 相同 那么R 那么R 就是正 如果相反的话 就是负 现在是相同 所以 欧面镜 它的曲率半径 也是正的 欧面镜的曲率半径 是正的 OK 你看它 欧面镜 Do也是正 Di也是正 R也是正 好 现在我们要看 欧面镜 成像的时候 它的像 跟物体的关系 物具的关系 你看这是 点光源 就是一个 点状的物体 入射线 到这里来 那镜面 到这个曲率半径 画的一条线 就是它的Normal 就是法线 因此 这个入射线 的反射线 就是这一条 这两个 这是入射角 等于反射角 等于反射角 好 那现在我们看 这个O B C 这个三角形 跟这个I B C I B C 就是这个三角形 跟这个三角形 你看Theta角 对这个三角形 对这个三角形来说 是等于它的两个 内角的和 Beta 是等于这两个角的和 因为这个是它的外角 我们从这里 把Phi消去 我们可以得到 Alpha 加Beta Alpha 等于二Theta Alpha角 加Beta角 Alpha角就是 你这个 好多光线 射出去 其中一个光线 射到B点 这个光线 这就是 我们所要看的 这个光线 这个角 就是Alpha角 这是它的反射线 回来 跟轴的一个夹角 所以加起来 等于两倍的Theta 好 我们再来看 Tangent Alpha 我们看这个直角三角形 Tangent Alpha 等于H 比上这一段 这一段等于什么呢 就等于D O 这是D O 减到Delta Tangent Beta 是等于D I 减到Delta Tangent Theta 是H 比上这个 这是曲率半径 减到Delta 好 物体发出的一切光线 必须要跟轴的夹角 都很小 就说我们所看到 这个成像绝对没有 这个角度不会 光线不会有这么大的光线 你所取的这个 大概都是 不会有这么大的一个镜面 大概都是 从这里到这里而已 就是说我们 以后所面对的 就是这个角 跟这个角 都非常小 那就表示 它所放射出来的光线 几乎 几乎跟轴平行 就很小很小 这些光线 我们称它叫做 静轴光线 这很重要 这要记得 我们所谈的 都是静轴光线 如果这个角太大的话 这个角太大 会有什么影响呢 那么它的这一点 你越来越大 这一点会朝 静面这个方向 移过去 移过去 因为你这个越来越大 这个角越来越大 这个角也越来越大 会移过去 以至于 它小角度 跟大角度 这两个光线 像不在一起 所以这个像就显得 有点模糊不清 本来是一个点 你现在模模糊糊的 那么这个 像这样的一种特性 我们称它叫做 球面的相差 所以球面镜 它的有个缺点 就是说 它会有球面相差 好 现在我们继续看 静轴光线 这种限制下 α角很小 β角跟θ角也都很小 那么这个delta 从这里画了个垂线 就是说 从这里到顶点之间的距离 delta也是小的 这个更小 就是说 这个比这个小得多 比这个也小得多 比r也小得很多 好 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之下 我们就看tangent alpha tangent alpha是h 刚刚是讲do-delta 因为它比它小很多 就妈妈糊糊等于这个 而且这个角很小 tangent alpha 这个函数值 就等于alpha的这个弧度值 tangent beta也是一样 tangent beta 它就可以妈妈糊糊看成h over di 它本来是di-delta delta在这么大的一个数值旁边 可以忽略不计 那tangent beta 又可以近似于beta 那这个也是一样 tangent theta 近似于theta 等于h over r 好 现在将这些数值 带到alpha加beta 要等于两倍的theta 然后把这个h都消掉 我们就得一个这个数值 这个就是 凹面镜成像的公式 这个就成为凹面镜 其实我们以后讲这个图面镜也是一样 所以这个总称就是球面镜的成像的方程式 我们现在是用凹面镜把它导出来 好 在这个数值里面 如果r去无穷大的时候 你看r如果去无穷大 不就变成平面镜了吗 这个变成无穷大 这就是零了吗 所以就是di-do 那就变成什么 平面镜成像的公式 OK 好 现在我们再看 如果我们这个像是一个物体 它横向有一个大小 是oo prime y的大小 那成像以后呢 就变成ii prime 那这个ii prime 比起oo prime 大小是怎么样 就是这两个的比值是多少 好 那现在我们就看 你看 它两条入射线 这条入射线的反射线 这个是入射角等于反射角 如果入射线经过取律中心再过来 因为这条线就是normal line 所以它怎么过去 normal line就表示说 它的入射角是零 反射角还是反射回来 那么这两个反射线 这个反射线 跟这个反射线交点就是i prime i prime 这个是do 像物具 像具 这个取律半径 我们现在从 oo prime v oo prime v 这个三角形 跟ii prime v 这个三角形 这个是相似三角形 相似三角形的话 那我们看 这两个角度一样大 tangent phi 等于y比上这一段 o prime 就是这一段 就是do 因为我们是用边长 一定用正的 好 那么这一段呢 这个 tangent phi 等于这个高度 比上这个高度 这个也要用正的 就是对边比零边 但是因为这个 这个y prime本身是负的 负负才会变成正 所以over di do off面镜的放大率 有这个 off面镜的放大率 就是刚刚我们的定义 y prime 这个高度 比上这个高度 等于什么 等于负的 DI绝对值over DO绝对值的负值 那就是等于这个值 因为现在你要知道DI DO都是正的 本身都是正的 所以这跟绝对值是一样的 相具DI为正 那么这里是提醒我们 刚刚我们已经讲过相具是DI是正的 通常影像正立者为虚像 道立者就是MV负责的道立 视为实相 像这个就是凹面镜它的放大率 现在我们看 如果一个点状的物体 距凹面镜无限远的话 就是DO 你看从无穷远的地方传过来 这个时候它的光 我们就可以看成是一束平行光线 平行光线 那么因为它的多么烂都是这一条 正好是入射反射线在这个 入射线在这里反射线在这里 结果全部这个线 通通交集在这一点 这一点用F表示 F就是focal point 就是它的焦点 我们应用刚刚的凹面镜的成像公式 当这个等于无限远的话 那会有这个 这个是等于零 那就是DI等于二分之R 那么这个DI 这一点就是它的焦点 从无限远处的点状物体 射到凹面镜平行光线 反射后距于 这个漏到一个字 距于F处的一点 F处的一点 这一点称为凹面镜的焦点 F就是焦点 Focal point 用F语意表示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距离就是成像的距离 就是这个距离 所以我们说凹面镜 它的焦点是曲率半径的一半 这个要记住 多用几次就记住了 我说记住不是去背它 就是你多用几次 用心一点去分析一下 你就会把这个规则记住 那么F呢 它也有符号 也有正的跟负的 那F的符号焦距 这叫焦距 F就是表示焦距 从焦点到这一点的距离 它跟R的符号是一样的 F你看它二分之R 它是正它也是正 它是负它也是负 那么于是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式子 本来是这样子的 那现在把它改成F分之一 那我们这两个都经常用到 尤其是这个常常用 DO分之一加DI分之一 等于F分之一 好 反过来 如果我们现在有一个物体 它是在焦点的话 那么它这一组辐射出去的光线 反射以后都是平行线 平行线应该是没有焦点 对不对 但是我们说假定它是聚焦在无穷远 好 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应该是 我这个写错应该是DO DO等于二分之R 现在就是DO 物具 物具二分之R 这个等于物具 DO等于F DO等于F OK 这个写错 这是DO F分之一加上DI分之一 等于这个 又等于F分之一 这个是这个公式 好 所以从这里 我们就知道 DI是等于无穷远 因为你把这个关系 跟这个相等的话 那F分之一约掉 那DI分之一等于1了 等于0了 DI分之1等于0 那么DI就是无穷大 所以这个时候物体 从焦点发出来的放射状光线 射到镜面反射后 成为平行光束 呈向于无线 这个限制的线 无限远处 好 我们再看 这一题 有一个电暖炉 电暖炉的原理是将 热灯丝 产生了红外线 用凹面镜反射出来 那就是这个灯丝 理想的就是说 如果它是一个点状 我们就摆在这个凹面镜 这个整个的炉子 是个凹面镜 摆在它的焦点上面 反射出来 就变成一束平行光 那这个红外线 虽然我们的眼睛看不见 但是它的规则 跟我们可见光是一样的 好 我们假设我们这个炉子 凹面镜的曲率半径 是50个cm 灯丝呢 成像于焦距3公尺外 所以它这个并不是摆在 成像三公尺外 所以不是无穷远 所以它并不是摆在它的焦点 所以求灯丝的位置 以及这个像的性质 它的像在三公尺外 凹面镜的曲率半径 正50个cm 以后这个正负都要写出来 凹面镜是正的 迪埃也是正的 带到这个成像公尺里面去 D.O.不知道 就是灯丝的位置不知道 这个D.I. 三米 就300公分 这R也是正的 50 这解除 D.O.等于27.3公分正的 正的就代表它在 凹面镜的前面 成像在凹面镜前方 27.3公分处 以后求出这个以后 你要用画把它 物理意义解释一遍 横向放大率 我们就带这个公式 负的 这个300 over 273 等于负的 10.98 那这个是 这个大小 大于一 那因此它是一个放大的 放大的 负的 就表示 它是一个实相 负的是实相 是道立的实相 所以影像放大 将近11倍 它是一个道立的实相